作为巫医结盟后的首个战场的荣佛丹荣比埃补选虽然已经来到了尾声 但过去两个星期的竞选期期间所掀起的话题 并没有随着补选落幕而平息而是继续发酵 其中前首相纳吉在两天前南下丹荣比埃助选的时候 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更是掀起了满城风雨 我想问哪里这个关系列 perché还能拒绝为信任 солнor问题 我觉得онов时也中国有钱的 那纽使质依林冠鼉财政贓的关系一所出口之后 最后就引起排山到海的太阀声浪 就连西蒙总常理俗才夫丁阿都拉 以及 dieser四个成员党的总麻囝 以及组织秘书呢 也在昨天傍晚发表联合文告 斥责纳吉的言论 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 试图挑起国人就是憎恨华裔的情绪 这位文告还善意的提醒纳吉 他的父亲已故的第二任首相拉萨呢 也曾经在1970年 委任时任的马华总会长陈修信出任财长的 文告接着就反问纳吉了 委任陈修信担任财长 是不是也应该被解读为 是他的父亲没有在捍卫马来人的尊严呢 那文告最后点出 一名财长的资格跟种族毫无关系 而是在于这个人对管理国家财务的时候 是否秉持着连结诚信效率 还有中庸等等的价值观 在新闻的文告出街后不久呢 纳吉就紧接着火速在面子书贴文喊冤 澄清自己所批评的对象呢 并不是所有华裔 他说他只是针对林冠英一个人而已 他强调他当时在演讲的时候呢 并没有指明华裔或者任何族群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他的原意 那除了纳吉 另外一位掀起热议的人物 就是选委会主席阿兹哈了 那今天早上 武统最高理事阿曼阿兹哈在面子书上载了一张 阿兹哈跟土团党主席 慕尤丁同桌吃饭的照片 而且仔细一看啊 阿兹哈的上衣 他还佩戴了一个蓝眼标志的回章 那这则贴文流传开来之后呢 阿兹哈立刻就被贴上了清西蒙的标签 面对指控 阿兹哈随后就告诉网络媒体当今大马 说这张照片并不是他在担任 选委会主席的时候所拍摄的 那在投票日这个敏感时刻 出现这样的照片 显然呢 是有心人士要存心恶意的抹黑他 在投票日这一天引起争议的 其实还不止这篇贴文 在今天的投票进行期间啊 有投票站更惊传有幽灵选民 带人投票的事件 今天中午有三位还没有投票的选民 去到警局报案 指他们今天早上准备前往投票站 投票的时候 就被选委会官员告知 他们的名字啊已经被划除了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投票了 那这三个人就怀疑他们的身份 遭人盗用 要求警方开档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